這些戰場打大團比較不行 那這邊比賽要開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比賽 那現在看一下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佈局喔 首先是紅隊可以看到他們就是 幻術看起來要開加喔 那藍隊都集合在側門 所以兩邊看起來都是要衝擊對方家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中間要交錯而過 然後並且守護都有在這邊用法杖來進行這個 兩邊都探到人喔 對 那我們這邊來看這個Sizer好了 他這邊抓對方的盜賊喔 然後跟Shader看起來會有一個激烈的攻防 然後並且 這邊有一個戰士想要上點 所以他們現在所有人在抓這個戰士喔 那並且現在他們是準備這個Sizer跟Shader好像要來打一破 兩邊現在在 互看 然後結果這個 現在雙方都有人員上點了 那這個現在 盜賊兩邊在交戰喔 結果兩個剛剛都被一個石花定住 所以兩個人都僵持在那邊不動 對砍一刀 結果兩個全部停住了 這個畫面其實還蠻 蠻搞笑的喔 然後這邊用了一個隱身 然後 Shader是上了點喔 所以這邊Sizer他是打算直接去開對方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hader的視角 Shader在這邊在 盯對方的這個 DPS守護 然後並且那個死靈是直接倒在點上啊 所以剛剛是沒有看到點上發生什麼事了 那但是這樣子這個 藍隊他們撿完之後就會打得有點辛苦 這邊守護是利用了這個 地形喔 在閃躲這個Shader的追擊 但是Shader這邊還是跟著跳過來 並且持續用短攻在跟著他 那所以現在目前這個 藍隊他們剛剛撿完一名的狀況 所以中場看起來 但是還有得打的樣子喔 這邊Shader他是 交了一個這個石化上來 但是反而 結果這一波 哇他進場我覺得有點著急喔 這一波 反而死掉啊 對 我覺得他盡早了 然後但是這邊他們把那個 守護收掉之後 這邊Shader跳起來 然後並且持續用短攻在外圍進行輸出喔 然後剛剛是下來準備 支援米小啊 因為米小已經被Sizer定到了 受不了啦 對啊那個 點是 但點還是那個 紅隊的喔 就是紅隊加點 剛剛沒有被Sizer給開掉 有有有有開 有開白 但是後來對 他們人復活以後Sizer退回來 對 結果米小還是倒在點上啊 那這邊嘗試再救她 是成功的被救活了 但是他們的守護就跟救人的關係 所以血量有點少 這邊交一個補血 然後並且對方的守護也是殘血當中 然後死靈剛剛在大家的集火當中 這邊是倒在了點上 然後並且這個 大靈是對面的啊 所以是沒有辦法有人救她的狀況 那並且這個 戰士 欸不是戰士喔 這個守護在這邊也是殘血 然後交出了她的補血 所以說是成功把血量抬了起來 那我們繼續來看這個 Sizer的視角 Sizer他是直接把對面的點開下來 然後這個 遊俠是過來防守的 結果他一進場一個槍邊甩喔 然後 再加上一個補血的這個 術喔 然後所以他這邊應該是可以 先直接把大靈給A掉 直接把大靈A掉 那並且中場剛剛這個 藍隊就是減員 再加上Sizer 就是到對方加點 所以中場是掉了 但是目前藍隊還是有稍微一點的領先 不過這邊由於他們中場 是輸了 所以對方的人員趕來支援 這邊Sizer是倒在著這個 ShadowEffluge裡面 但是他這邊倒在這裡是可以 嘗試救自己的 然後隊友也是過來救他 所以應該是 有可能 欸不行 這個換術過來 用了一個F3斷法 然後再加上一個法杖 再加上一個法杖 我 這個手別再救了 差點把自己救死啦 那個Misha剛才那一波 對倒地的壓制做得非常漂亮 就是先用 F3斷了一下 然後再來 用一些這個 法杖的那個Base 還有AOE的輸出 對屍體做一個倒地的壓制 而且他這邊追擊這個守護 不讓他走 所以這個 藍隊現在就是有點 痛苦 因為他們一直呈現有人檢員的狀況 而且剛剛 死靈還被量失喔 所以 現在就是 可能 就你看 這個55D 血無聲他們 感覺他們配合比較好 就是 像上一場 藍隊在打的時候 那死靈幾乎很 很多時候都是那種 3DPS的狀態 就是沒有人盯死靈 然後就塞了整場風騷 那這場就是 其實兩次 死靈一上中 過沒多久就被收掉 然後他從陣以後 再去中間又被收掉 對 就是他們 整個火力有集中在死靈身上 不讓死靈做出太多這種 團戰的這種 範圍的症狀輸出 這死靈被盯得超慘的啊 這邊又被 shade加上 這個Misha兩個圍毆啊 然後沒有人顧他啊 所以他這邊嘗試往守護那邊跑 但是還是被一波Misha爆發 直接打死 這邊嘗試再插他 但是成功的被終結掉 這個 被 如果死靈單走被抓 這個也很傷 就是 你如果是玩死靈的玩家 盡量不要 就是 在 沒有 就是不清楚對方 爆發職業在哪裡的時候 就是 單走 這樣子 因為你根本跑不掉 跑不掉 然後這邊 這個 Sider跟他們的戰士 在對面加打一個2v2的團戰 然後把那個 把成功把那個遊俠打死啊 剛剛可以看到Sider就是 就是一整波那個爆發就是那個遊俠根本撐不住 那這邊就只剩下一個守護在點上支撐 所以他們現在嘗試要 二打一趕後把這個終結掉 不然等一下這個 遊俠就會復活過來 對 如果 如果 Melo可以支撐到就是 遊俠復活 或者是他們人員回來 喔遊俠已經復活了 那應該是可以支撐到 對 Melo還是撐得挺好的啊 對 那這個幻術也是嘗試回來幫忙 那 這個守護開出了巨能器的5 然後撐到隊友上點啊 所以現在他的血量反而已經抬起來 這Sider反而有點危險喔 交了一個補血之後 用短攻5 順到外面來 變創下了水落的復活隱身 對 這波Melo撐得真的很好 因為 其實 剛剛那一波 55滴血5撐他們 調度上其實是有點失誤 就是 嗯 Sider跟Misha都已經 到達原點 然後 來不及回去 幫 家裡 然後他們原點是打一打又退掉 所以原點也 他們花了那些時間 完全是沒有收到效果 對 就這邊塞著殘血 但是他利用一些位移技能 是來回這種風騷移動 然後 把血量稍微抬起來喔 而且對方的這個 遊俠跟幻術其實血量都很殘 這邊直接進場一波爆到那個 遊俠然後再 順過來 我可以看到他就是 一直利用這些位移技能 一直轉換他的位置 對方很難抓到 但是Shade過來抓他喔 他交錯一個補血 現在血量很低很低 他有可能會被Shade直接帶走啊 這邊用了一個這個隱形的combo 但是還是倒在這兒了 然後並且死靈在這個keep這邊也是 現在血量很低喔 然後但是他的補血是CD好了 而且並且他們現在其實是以多打掃 所以看起來這個keep應該可以 被這個藍隊給拿掉 並且這個死靈是用了一個這個 制盲喔 然後成功把這個 沒有沒有應該拿不掉 因為他們還有Melo在點上 而且幻術他們已經往終點移動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撐到他隊友來 你是塞著沒有人發現他死在那裡嗎 他有沒有要自救的意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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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起來這個紅隊打得非常有 有那個條例喔 他們就是定 其實兩隊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我覺得好像差在那個死靈 就是那個死靈一直被抓掉 被那個shade加misha 沒有 任何的死靈 對 遇到shade加misha 這種組合 就是賊換 然後他們這種默契 我覺得都活不了 就是他一定 得靠隊友 保他 那 能不能保住 是一回事 就是 重點是他在死亡之前 可以 這邊在打boss 等一下 這邊在打boss 搶到了 Misha用屍體搶到這隻boss 你死前放了一個法杖武 搶到這25分 哇賽 這個就 讓藍隊沒有 沒有機會逆轉 這個分差 如果 如果藍隊那時候 拿到這隻boss的話 他們分差就會壓在 100分以內 大概差 大概差去100 就是95分到100分左右 但是 這個 25分直接讓 分差 拉開到100分 而且 會影響士氣 對會影響士氣 而且接下來這幾分鐘 他們是有那個buff 就是 呃 因為打死 那個boss 會身上會有一個全陣 欸 為什麼他們身上沒有 會有全屬性的爭議 全屬性的爭議 有拉 對 就這個 對 會加這個 全屬性50點 剛剛因為那個Misha死掉 所以他身上沒有 對對對 分差已經有點大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紅隊的點個開白 那Sider已經過去開了 那Sider已經過去開了 但是對方是有 遊俠在做防守 並且死靈也是趕過來 把對方孔出去 這邊即將開白啊 結果這個 守護又過來上點啊 可以看到那個 他們紅隊守護的支援 都是非常非常的即時喔 所以就是 可能沒有辦法開白 變成有一個大靈存在啊 所以這邊他們是在 集火在用那個AOE技能 打算先把那個大靈殺掉 但是這邊Sider的血量其實很慘喔 而且終點被紅隊踩了下來啊 這看來沒有機會了 沒有機會了 沒有機會了 而且Misha直接去拿那個Svaneer 然後 對 因為他直接拿掉這個25分就可以直接贏 嗯 而且雪的又抓到殘血的Sider 直接把他帶走 這個 臨死前的法戰武偷到 不太科學 有點太搞笑 這有點運氣 真的 這真的有點運氣 因為他那個已經炸完了 他那時候分身已經炸完了 他那時候分身已經炸完了 而且他血超慘的 笑死了 我剛剛有一個那個問題還沒講完 就是那個盜賊在PVE裡面也是可以玩的 他 他並沒有說不能玩 他 在 這個副本裡面表現也是還不錯 除了傷害之外 他可以用一些這個範圍的群體隱身 來幫助隊友 就是可以掃清一些小怪 直接穿過去打王這樣子 所以說盜賊他是在世界戰場的大團表現比較差 因為大團他沒辦法用那種很脆皮的build 因為一進場可能就直接死掉 那他如果用那種很坦的 很坦的話 就還不如玩其他職業對不對 這個盜賊他就是 在他的那些爆發上面 比較獨樹一格啦 那再來就是他單走 其實玩那種隱身為所賊是非常噁心的 你在野外遇到一個賊 然後一直隱身 然後你打他快要把他打死 他隱身出來又滿血 這個真的是 讓人家打起來會惱羞喔 所以說盜賊在戰場就是可以單走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再講一次這個build給大家看好了 首先看到紅隊喔 紅隊盜賊他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短弓配上劍槍 用的是Berserker的項鍊喔 炊子方面是10 30 00 30 再來是這個遊俠 遊俠這邊用的是Forge符文 武器方面是劍斧頭配上短弓 用的是Karen的項鍊 炊子方面是10 30 30 再來是守護 守護這邊用的是收酒符文 武器方面是法杖配上錘具冷氣 用的是牧師的項鍊配上88人的寶石 那炊子方面是0015 欸 抱歉 這個05 30 35 然後再來看到幻術 幻術這邊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大劍法杖配上Berserker的項鍊 炊子方面是20 20 00 30 接下來是戰士 戰士這邊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長弓大錘配上收酒項鍊 Berserker的寶石 炊子方面是00 30 10 30 接下來是… 藍隊 死靈用的是四件LIMAIR配上兩件LISA 武器方面是拳杖匕首配上法杖 用的是Rabbit的項鍊 炊子方面是30 20 00 20 接下來是守護 守護這邊用的是收酒符文 武器方面是錐具冷氣配上法杖 用的是Settler的項鍊 炊子方面是00 10 30 30 再來是… 盜賊 盜賊這邊用的是LISA符文 5G方面是劍槍配上短弓 用的是Berserker的項鍊 炊死方面是10-30-00-30 再來是守護 守護這邊用的是巨魔符文 5G方面是大劍配上全杖聚能器 用的是Berserker的項鍊 炊死方面是10-5-30-5-20 再來是戰士 戰士這邊用的是LISA符文 5G方面是大錘長弓配上 收酒項鍊、Berserker寶石 炊死方面是0-0-30-10-30 那其實像剛剛上一場 紅隊取勝嘛 那紅隊這邊其實有幾個 我覺得他們處理得很好的點 第一個就是他們守護的遊走資源 他們守護不會就是待在站在點上 好幾次家裡有危險 那個遊俠有危險 他都是守護第一個到 然後就是 而且 就算遊俠死掉 他也是撐到遊俠復活來 對 一個就是Melo打得很好 另外就是他們整個團隊 對於對方死贏的激活 做得非常確實 再來一個就是那個 神偷Boss 那這張地圖 我在猜想 紅隊55滴血無聲這邊 他們開局還是會用一個 盜賊跟幻術先衝遠點的方式 那看對方是什麼職業手 如果是 我在猜想 他們應該會放個POTO就走 因為Sizer 對於55滴血他們的習性太了解 他一定會躲在旁邊 要準備Gang他們 對 那如果是 比如說他們加點是 用這個 DPS守護開 那DPS守護加上 Sizer盜賊 打Misha加 Shared 會是DPS守護 就是藍隊那邊 都是比較大的 因為他有那個格檔 對 所以 如果Shared他們這邊 就是55滴血無聲這邊 他們有拆到這個心事的話 他們應該會放一個POTO 然後就回到中間打 對 你用POTO的機動性去 再去投 然後 而且他們要去壓制中場那個40 對 猜想應該是會這樣子 但是也不一定啦 他們有時候也是會硬上 反正打就對了 可是他們有時候兩個硬上 結果兩個都死在對面這樣 這個 一般來講 都會等到雙方隊伍的人準備好 就他們全部都打勾才會開始 對 因為兩邊的人也是要 稍微 調整一下心情啊 然後就是 可能溝通一下 等一下要怎麼打 所以也是會給大家一點時間 就不要心急 我們可以聊聊天啊 回答一些問題什麼的 嗯 第一名的隊伍 每一個人有2000寶石的獎勵 而且這個 這個2000寶石 跟國服的2000寶石 不是同樣一個概念 因為你看那個 國服的黑師商城 他那個像 一個套裝喔 一個皮膚skin啊 是美服的兩倍價錢 就是國服要1680一套 然後美服是800 所以你就想 他好像是國服的4000寶石 就是 就很多啊 對 是蠻多的 是很多 OK 那我們這邊第二場 就是即將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 雙方開場的一個戰術佈局 紅隊是由戰士開架 藍隊則是守護開架 然後並且那個幻術跟盜賊二人組 看起來應該又是要直衝對方點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有個問題 塞著沒有gank 所以他們的守護要被秒了嗎 這邊隱身過來 就削的沒有過去喔 所以他是打算讓這個 他覺得他們有在gank啊 結果反而 就是你知道嗎 用你的心理你知道嗎 讓你 哎呀這有點玩心理戰你知道嗎 這開局的猜測 對但是對面是衝他們家 所以在他們家也是一個 二打二的狀況 可是這樣子就等於說 白白讓他們把點開一下 對 藍隊現在就有一個點在拉分數 不過 我覺得盜賊跟 死靈充點有點 不是太好 有點太軟啦 是 因為死靈他比較需要 守護在旁邊保護他 嗯 盜賊沒有辦法給死靈太多 除了一個shadow的fuge以外 他沒有辦法給他太多的幫助 所以死靈一下就直接 就開瘟疫在點上撐啦 但是他們 還是有達到他們的目的 就是用一個點先拉分數 可是我覺得 賽者被盯得也蠻慘的 他這邊一直被迫要離點喔 然後就讓死靈在點上撐 其實也蠻危險的 這邊賽者也進場 然後對方戰士 這邊血量有點少 大家可以看到藍隊的血量 普遍很低便 這邊死靈是快要倒了喔 他剛剛是開出了他的這個 死靈心態 戰士會先倒喔 對戰士先倒 戰士先倒 那這邊看可以擦掉 就守護用了一個被動的盾武 把他彈開 他變成死靈 也是進場也是倒地 這邊就看誰先把他擦掉 可以看到這個紅隊被救起來了 然後藍隊也是 兩邊都被救起來了 但是這個 Misha這邊又是再度倒地 這邊倒在點上喔 那嘗試再救他 我覺得Melo不能死 Melo死 就有點 Melo也死了 這 救人救到死啊 這不太應該 這邊 沒有沒有 其實他那時候血量你就已經超級低 超級低了 我覺得 這一波主要是怎樣你知道嗎 就是 雖然說Melo回防得很快 但是 他們藍隊剩下的人其實也回防得很快 因為中間擺一個遊俠 他打不死任何人啦 他完全可以放掉 然後另外一個守護就過來支援 然後他們場上 就是 那個死靈寫在很少很少的狀態下 他上了對方戰士一整波的症狀 然後戰士先被症狀 跟 後來進場的那個 DPS守護爆發打死 這是那個關鍵的 所以 然後後來因為 其他人為了要救戰士 血量都已經 就是Melo跟那個 Misha為了要救戰士 血量都變超低 所以那一波反而是3v3的狀態下 是整個滅掉 對 那這邊塞了他就是看到 這個Misha一個人在這邊守點啊 就說 嘿嘿我來了 然後就跑來找他單挑 然後把他殺了 但是 他們的隊友是 趕過來順利的支援 然後並且成功把他救起來 並且把Sight的終結掉啊 所以這就是 這個 利用這個陷阱啊 這個好基友的陷阱 把他引誘過來 然後就是成功把這個點給 拿回來 並且其他人員現在往中往過去 然後並且死靈在這邊很慘喔 就是死靈他其實這個腿很短 所以他被追擊是 滿難逃跑 而且現在血很少 然後 這個差不多要倒了 直接倒在高台上 而且守護在這個位置 也是很難救他 所以應該是 直接會被終結掉 那我們看一下Sight的他是打算要做什麼 他這邊直接進場抓對方 Sight的可以看到 直接一波把這個Sight的帶走啊 那那個Misha是過來放一個法杖武 並且兩個人試圖在救 是成功把他救活了 所以說雖然說Sight的他的這個 攻擊很精妙 但是對方的救人也是動作很快 並且這邊Sight的反抓一波啊 這邊Sight的現在血量很殘 開除了Shadow Refuge 但是即將倒地喔 這邊 還是倒在這個Shadow Refuge外面 並且守護過來 嘗試拯救他 把這個Sight的打跑 然後 你看那個守護進場 那個爆發也很恐怖啊 Sight的差點直接 兩邊都倒了 其實很高喔 其實沒有欸 其實他是被反傷打死的 你知道喔 那是因為 他自己的傷害很高 然後守護有個反傷 他大概有一半的傷害都反傷 結果Shadow一波反打 那守護太自信啦 這一波追擊 直接被一個攻二收頭 對 那這邊可以看到 Shadow在點上 結果那個守護過來找他單挑啊 那這個盜賊打 其實打這種冥想型守護 是比較難打一點的喔 然後這邊開出了一個巨能器五格檔 然後Shadow就是在這邊一直甩他的槍邊啊 那兩邊就是不斷攻防 可是看到這個守護剛剛被爆打一波啊 所以他就是一直利用瞬移 瞬移進場爆發 然後再瞬移出去 然後再瞬移進場爆發 就是一直重複這個循環喔 然後利用這個劍槍的三號技能 是一個流氓技能 然後順利的把這個守護帶走 哇 這個打得非常漂亮 那我們來看一下Sighter Sighter他們在這邊用了一個這個補血combo 然後是打算往點上移動喔 點上有一個這個遊俠在 進場用這個槍邊連甩 不斷可以對這個遊俠造成傷害 也可以對他的靈絲壓 把那個靈都清掉 這邊即將倒地喔 那可以看到守護很快的感恩支援 但是基本上這邊他們還是以多打掃 所以說這邊有一個人倒地了 然後戰士過來打算暈一波 但是還是沒辦法被插掉 而且戰士這個血量跳進來 太有夢了 真的太有夢了 但是現在看到這個紅隊現在是三點的狀態喔 所以他們必須趕快把這個點給收掉 目前剩下一個守護在點上這樣子 然後並且中場的這個死靈又倒了 這個死靈真的是有點慘喔 結果這個 這個紅隊的守護每次都支撐的很久阿 所以每次要殺他感覺都是花了一番個隊友就復活了 所以就是這個好的守護就是這樣子阿 可以支撐在點上 那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這個Misha在這邊血量很殘阿 是不知道被誰打的喔 被DP的守護打了是不是 對他在中場遭受了很多的傷害 不過他用一個這個Decore隱身逃走 所以他可以回個血喔 脫移戰鬥回血再回去中間打 所以 對然後看到中場這個Sider是 是打算過去找 聞到Misha的味道了 過去找Misha單跳阿 然後結果炸了一波喔 所以這個Sider是直接把這個補血交掉了 所以他這邊還是直接進場一波槍邊 可以看到這個Misha被他打一波直接要死了 結果雪的趕來救他阿 這個 雪的大喊一聲 休想動我Misha OK那中場現在還在打一個大團 但是看起來紅隊 紅隊這邊遊俠血量很少 然後他有個大鱗 但是大鱗 有踩有踩 被斷了 被斷了 剛剛 對反正就是被斷了喔 背面細節也是做得很好 不過他們也是 馬上就去救阿 所以還是被這個遊俠 讓遊俠被救活了 並且死靈也是被救起來 這邊死靈血量有點少 開了一個補血 然後看一下這個Sider Sider他是又打算去找這個雪的單挑阿 所以這邊就是不想讓這個紅隊把三點站下來 所以就是兩邊又是要開始有一個對峙喔 然後在點上甩槍邊避免對方的傷害 喔這一波 其實你知道Sider剛剛那個 往左邊移動一小步那個動作 就是他想要卡那個地形 不要讓他的那個隱身的短攻射到 但是還是射到 對 不過可以看到兩邊盜賊的那種操作的精妙 怎麼看起來是這個Sider有點略為上風阿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盜賊互打沒有誰略為上風這種事情 都是每一波都是一瞬之間阿 這兩邊一直甩槍邊阿 這看得讓我們有點驚嚇阿 只要哪一邊再被甩到一次應該就是輸了 可是這點快要被紅隊踩下來啦 這個Sider剛剛一個隱形 結果Sider就是卡了一個地形 然後順利的把這個點踩下來 那Sider現在血又有點少 所以 欸槍邊甩到了六千多的傷害阿 這傷害非常的高 然後變成一直在點上 喔喔喔 又是四千多阿 可以看到 Sider這波要輸阿 這Sider他直接三波劍槍直接都打到了喔 直接都打到了 然後直接把他三連打 直接把他甩死阿 我覺得Sider他 極了 他不想讓這個點被開吧 因為那個點被他踩下來 然後他那時候放來一個Sider Refuge以後 他沒有等到那個時間結束 他就直接 好像有 有等到隱形 有等到隱形 然後出來 就出來打了一波 人說那 連續三波槍邊都甩到了 這就是他的不對阿 那中場這邊紅隊的守護倒地 但是基本上這個點是 沒辦法被開擺 而且兩邊的分岔其實有點大喔 所以這個五十五滴血的武神抗阿 本周這個冠軍項依舊阿 他們這個配合真的太好了 那個 那個 欸對齁 而且我覺得他們那個 Shed跟Misha他們互相支援真的很好 每次Misha被這個Sider抓 這邊又被抓了 我們來看一下Misha的視角 結果這個藍隊三個人直衝過來 他們是不是等一下想要打這個肉的阿 可是他們打肉的 可能 也沒辦法獲勝喔 那這邊Shed要倒地 直接被三個人捶死阿 那那個 守護現在是往點上趕來當中 但是被這個死靈恐走 恐走 所以這邊Shed應該會直接被DP到死 他們現在就是不能讓紅隊繼續拿點 所以他們就是適死要把這個點開擺 但是這個紅隊的人一直補過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都是沒有辦法開擺的一個狀況 然後變成這邊Sider準備進場喔 他打算打這個 打這個守護阿 就是守護把那個無敵開掉了 所以這邊看起來 反而是這個 死靈直接進場被打死喔 但是他們四個人 就是三個人同時在救他 所以就成功把他救活了 但這個點仍然是開擺不了 因為藍隊的血量現在 普遍都是比較低的一個狀況 但是守護被打死 被這個Sider進場一波槍邊甩死喔 那 大靈大靈大靈拍了 啊結果拍慢了 這波紅隊這個點要掉 但是Sider重生以後 也把對面的點給拿下來喔 所以 欸守護回去踩點 欸點還是被踩下來啦 所以這邊看起來 紅隊可以順利的取得晉級決賽 OK這邊來到500分喔 所以紅隊兩個選手 不過藍隊最後這個 這個背水一戰也是蠻精彩的 嗯 只是 我覺得五十五滴血武僧 畢竟他們 磨合很久了 他們這整隊已經在一起 不知道打了多久 有沒有一年啊 對啊 沒有一年應該有半年了啦 有 應該有半年 嗯 所以你就看到那個 Shed跟Misha之間 互相支援那個默契 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還有那個 Melo他到處這個走位 遊走支援也是做得很好 還有